中共十九届首轮巡视报告报问题严重,习王白忙了。 看中国2018年7月24日旬,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中共十九大上高层换届,习近平当局继续反复打虎,不过换届后最新一轮中央巡视报告显示,带病提拔和买官卖官等诸多腐败问题仍然严重, 并且还有对于整改走过长等待症现象。 这与外界评论指中共越反越俯的说法相呼应,但习王经历过去五年反俯后曾声称以打压倒性态势,实现不敢俯出步目标。 官方公布换届后首次巡视报告,问题严重。 中共官媒报道,22日,中共十九届中央首轮巡视报告公布,十四个省份最新的巡视问题清单显示,多的被点名在选人用人方面存在带病提拔,甚至买官卖官问题。 其中贵州、湖南、宁夏三省份不仅存在带病提拔,其档案造假问题也被巡视组点名。 中央巡视组在反馈中提到,贵州省选人用人把官不够严格,个别干部档案造假,带病提拔仍然存在。 而湖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在被点名时用到了同样的表述,有的带病提拔,档案造假。 此外,多省份选人用人中被指存在买官卖官,突击提拔等问题。 如,广东省选人用人方面存在带病提拔,买官卖官等问题,海南省存在突击提拔,带病提拔等选人用人方面问题,黑龙江省则被指整治买官卖官,带病提拔问题不够有力。 此轮巡视在反馈环节提及,四川省对腐败存量仍在,新法维绩仍有发生的问题重视不够,不收敛不收手现象仍然存在。 河北省违维绩仍有发生的问题,河北省违维绩违法问题一发多发,而辽宁省则被指出,腐败问题依然突出,反腐败减存量,恶增量任务兼具。 对黑龙江的反馈城,重点领域和基层腐败问题多发,政治生态尚未根本好转。 贵州省被指向建设等重点领域存在腐败风险,广东省工程建设,国土资源,国企国资等重点领域腐败问题较多,海南省土地开发,金融信贷等领域腐败问题较多。 湖南、辽宁、黑龙江、宁夏、河北等被巡视地区,则军被指出存在有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问题。 对上届中央巡视整改不到位不彻底也是此次中央巡视组发现的通病之一。 一些地区整改走过场、挂控党等现象,都被中央巡视组点名。 14个被巡视地区均被指出对上届中央巡视整改不到位的问题。 其中山东省被指巡视整改存在作表面文章现象。 习近平曾高调宣称实现不敢辅出步目标。 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与王岐山联手掀起反复大摊风潮,收眼老虎苍蝇一把抓,上至前政治局常委,下至县关村长,皆有涉探下马例子。 2017年1月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纪委全会上讲话中表明,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辅的目标初步实现。 不过,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习近平高调的反腐败行动,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项研究显示,中央当局比当地政府更加腐败。 而中共官员因贪腐而被严厉处罚的可能性仍然非常小。 绝大多数涉及的官员,仅收到警告或者寄过处分。 2017年12月13日,中共官方发布2017年反腐数据,共有18名中共中管干部接受审查,再加上各类受处分者,共有36人,远超2016年的26人。 在2017年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的18名中管干部中,多数担任限职还不到两年。 其中,于海燕刚刚被任命为甘肃省副省长两个月就被调查。 而在2016年被调查的高级官员中,除了一位,其余都是在18大号上来的官员。 美国之音援引分析人士说,被任命和被调查之间的时间相隔这么短,这让人对当局是如何选拔官员以及官员,腐败程度有多么的普及产生了疑问。 在一党专制之下,反腐中上来的官员同样是腐败官员,不少贪腐言乱丑闻在海内外流传的高官仍然受到重用。 如现任政治局常委韩正,天阶书记李鸿忠,云南省长阮成发,福建副省长李德基等等都是在丑闻缠身之下仍然上位。 另外,以由腐败总教练之称的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共众多权贵家族,并未被反腐运动触及。 10. 中共官场爆出的贪腐淫乱和胡乱作为或干脆不作为的情况有分无减。 据反腐败监督机构透明国际2017年3月份发布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有73%受访者认为,虽然其当局开展了反腐行动,但是中共的腐败情况却变得严重了。 江泽民制造腐败官场文化,不计中共越反越腐。 美国之音曾远引学者表示,中共有一种贪腐的文化,腐败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中无处不在的病状,这种腐败文化是2002年江泽民,用三个代表将经济新贵门纳入政治体系而滋生的,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 习近平不可能会查办所有官员,所以,这不是一个行政命令或是反腐运动可以解决的。 中共当局目前反腐事实上处于两难境地。 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权威马若德教授认为,中共的腐败官员太多,当局不可能把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抓起来,再有中共在管理国家上是一致空白,让人们看到的只是中共的独裁与权贵的报复。 另外,中共政权现在每天面对全国不断爆发的针对官员的抗议是威维权运动,使中共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看中国网站去年3月25日刊发署名文章,举例一些最近或晋升的官员军社贪腐丑闻且官场极差,指出,不管怎么反腐,中共本身是邪恶的。 当政者若补起之,任其破败的体制仍旧运转之下,自然会产出更多的贪官。 文章说,中共政权就像一个病入膏肓者,从体制内新注入的血液也多是败血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灭亡已在定数之期。 对于中国怎样彻底摆脱败病丛生的体制困局,红二代罗宇也指出,中国大陆当政者目前面对的是庞大的腐败偷顶的中共,这个党已经完蛋了,民心丧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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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